要活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芝 開始自在人生大學堂 每逢來到這個系列 我們講講生命教育 我身邊有這位拍檔 Pauline 韻遠平博士 早安 早安 你來自香港大學的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我們今天有位嘉賓 他也是同時來自這個學系的客席助理教授 就是鄧國榮博士 Kevin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Kevin也是一個心理及催眠治療師 跟Pauline一樣 今天有很多個案可以跟我們分享 Pauline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預防自殺 其實講到這個題目 大家覺得比較沉重 雖然是沉重 但又好像不可以不面對 就是我們平時看新聞 偶爾就會有這些情況 可能有些朋友是因為病痛 有些人是因為失戀 不開心 也好像之前大家最留意的就是一個教師 自殺的案件 應該是因為工作壓力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猜的 那個人已經過去了 我們其實也很難找到當時 如何能夠救到他 或者早點做些什麼 是否真的可以改善到那個情況 是的 我們今天可以大家一起聊一下這個議題 包括我們有沒有一些特性 如果人們真的有些自毅性的傾向 我們有沒有一些可以留意到 或者真的留意到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做 趁今天Kelvin在這裡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不過開始之前 其實剛才美詩說得很好 我們最近好像發現多了這些個案 或者是究竟在香港是否真的很嚴重或者很重要 其實在國際性的標準 其實自殺率大概是10.5% 現在香港是9.5% 數字上好像低了一點點 但是不是代表我們不重視 其實不是 數字只是一個數字 不過在我們的工作經驗裏便發現 其實不同的年齡層 其實都有這些情況發生 過往老人家的數字是比較多和明顯 不過近年其實是有一個慢慢下降的趨勢 反而我們這段日子要更加留意 就是一群年輕人和成年人 我猜美詩可能早前我們都聽到一些很不開心的新聞 來自不同的專業 因為各種情況下 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先問一下Kelvin 很多時候我們有時候看一些保障 如果那個人是有什麼病痛 尤其是有抑鬱的情況 都會被人描述出來 我們便會覺得如果有抑鬱症 那真的沒辦法 一般人都會想 沒辦法預防 他一到一個點他很不開心 可能沒有人在他身邊 那就發生了 那這個想法是對不對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這樣想 就覺得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一般人以為沒有事情可以做 但其實很多事情是可以去嘗試的 比如剛才講的 那個病症 有很多人就以為他病了 病就吃藥了 好像很簡單處理了 但其實這裡牽涉到很多人 跟情緒 跟他一般生活的狀況 都有些關係 如果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他平時生活的狀況 一些 比如可能跟平時有些不同的變化 其實這些信號 如果我們多留意的時候 很多東西我們發現的時候 就可以令到那個人 就少了很多這些自慰的傾向 嗯嗯嗯 其實如果平日身邊的朋友 或者家人是留意到這些情況 應該早些可以做很多不同方向的處理 是嗎 沒錯 譬如很簡單說 譬如當他的情緒開始 你發現好像平時少才不開心 現在多了 這是一個變化 不過因為這些人有時習慣了 他一向都不開心 那就由他 或者他一向的人都比較悲觀 各樣都看得比較灰 一直都是這樣的 是的 因為如果錯過了這些信號 有時我們就忽略了這個人 有些明顯的需要 所以我們有些事情真的值得為疑 你譬如發覺一個人 跟平時有些事情不同了 可能是嚴重了 或者可能是有些新的變化出現了 其實就值得關注了 是的 其實剛剛Kelvin說的 有一個部分很重要 情緒上面 我們很少一下子會變得這麼負面 這麼差 其實一直累積 累積到某一個景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發現 其實他們想的事情有時很兩極化 那種兩極化就是 不是黑就白 不是靈就一白 即是去到一個很絕對性 去到一個這麼絕對性的時候 我們有時就會以為 他們都是這麼固執 我們說是這麼固執 這麼僵化 無望 去到一個無望 去到一個絕景 絕望 好像在現在的生活裡 已經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處理得到 他自己已經去到一個位 可能是沒有價值 這些我們有時 就好像Kelvin說的 平時想得這麼差 這麼負面 我們有時就是忽略了這些我們所說的慣性 即是說我們要分辨一下 就是他平時都容易不開心 但不是說連自我價值也沒有 或者不是想到現在的出路是零 當你發現原來他聊天的時候 說到這些話 就要處理了 是嗎 因為人很有趣 剛才我們說過 一些人不是為了一下子 突然變得情緒很差 甚至很不開心 通常大半的人都是慢慢累積 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厲害 所以如果我們每次見到一些人 發覺有些事情又不同了 這些事情又變化了 其實真的值得去關注 我們是否應該先留意一下 剛才你說有少許的統計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關於那個自殺的 譬如說有沒有少許的原因 或者剛才說過那個數字在香港 香港的情況是怎樣的 剛才昨天也提過 在國際上有10.5% 香港現在平均大概是9.5% 雖然這個數字好像比國際水平低了一點 但我們不要因為這樣 覺得好像不是太差 你知道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文化 其實大家對生命的態度都有些不同 其實生命真的是很重要 我們說最好一個都不能少 當然 所以其實值得關注這件事 當然在那個數字上面 不是說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一般人會去關注 反而真的我們在每一個生活的細節裏 其實我們怎樣去看待自己 看待人 看待生命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剛剛Kelvin和梅思都提過一件事 究竟有時候在那些朋友 很想了斷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背後有沒有什麼原因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事情 導致他們會這樣做 你令我想起過往有一個階段 跟一些社會現象有關係 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有些國家經歷一些經濟蕭 經濟衰退的時候 這些自殺現象是會有增加的 或者是會明顯出現的 但是隨著現在的生活的改變 很多時候有自殺傾向的朋友 離不開都是我們說 跟他們的一些財政經濟有關 感情事有關 或者是跟一些病痛 會不會是一些照顧者 或者是他自己 還會有一些未必一定是絕症的 有機會需要長期去處理 長期去照顧 甚至是影響自己生活中的日常運作 影響自己生活上很多 生活上各種日常的運作 等等這些全部都會令人 其實在日積月累的情況之下 覺得自己好像很沒用 想不到方法 去到剛才的特性 如果一些年輕人 或是成年人 離不開就是跟學業 工作等等的關係 而且你剛才提到的照顧者 都是近年我們很關注的 不要忽視了 照顧者當然擔心患病的人 會不會不開心 或者會不會想歪了 但其實他自己 如果沒有關注自己 自己也要出問題 而這些照顧者 在現在的傾向中 我們看到有些數字 有時候我們的長者 正在照顧他的人 其實都是長者 譬如一個九十歲的老人家 要一個六七十歲的 另一個相對年輕一點的長者 即是他的子女照顧他 他們自己也年紀大 這些都是壓力 或者我相信家庭主婦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照顧者 當家庭主婦夾在中間 有機會他要照顧上有高堂 下有幼兒 其實這個壓力也不小 所以這些很多時候 我們也剛才所說 不是一朝一夕 就發生自毀性的傾向 而是真的日跡越來 今天我們說 如何預防自殺的發生 主要是說 我們會不會留意到 家人或身邊的朋友 有這樣的自殺傾向 可以早點去處理幫忙 Pauline 我知道你也有時候 會遇到這些個案 有時候我們遇到這些個案 來到的時候有個特性 他肯來有機會是家人捉他來 也有機會是真的找無可找 他們通常都會找一些 他們覺得可以聊聊天的專業人士 甚至乎可能是上網 在電話搜尋找到 我曾經有個這樣的個案 他來到的時候 然後是告訴我 沒有感覺 沒有動力 沒有什麼想說 甚至乎不停告訴我 現在生活中 好像沒有什麼值得他 可以再留戀 但是在我的世界 看到他進來的時候 很有趣 既然他真的什麼都沒有 他又能走進我的房間 他只是坐著的時候 他很累 很沒力 我們用一個字眼 就是屁股 剛巧 我整間房間 都可以看到 有一個落地的玻璃 看到外邊的環境 舒服的環境 舒服的環境 我就在想 有什麼可以令到他 跟環境 人 有連繫 第二就是即時 有沒有什麼 沒有感覺 沒有反應 沒有印象 這一刻 可以令到他有感覺 至少一點點也好 有一點點印象 模糊也不要緊 戰勝 剛才說的 什麼都沒有 很有趣 我的房間 除了落地玻璃之外 有很多不同的植物 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我放了很多很多 我們小時候的回憶 有我們經常看的IQ博士 IQ博士裏面有一個很特別 但未必完全很出眾的人物 就是一塊米田貢 粉紅色那塊 對 粉紅色那塊 我的房間有超過四至五塊 不同大小的米田貢 也有很多我們小時候看過的動畫 有龍珠 有龍貓 有幾個小蚊女 總之有不同的人物 就放在那裡 他一邊看一邊看 很有趣 他突然間在我的椅子上 站起來去摸IQ博士 那塊米田貢 我們就叫他阿布 他摸了很久 我就問他 你似乎好像有些印象 他是什麼 有些印象 但又不是很記得是什麼 我說是 有些印象 但又不是很記得 似乎很模糊 不過似乎你又想摸到一會兒 他說是呀 他很有趣 我說嗯 因為那天是他家人陪他來的 家人在後面很大聲說 他不是IQ博士那塊布布 他突然間說是呀 他說了一句 他就好了 我說是呀 他在節目中是很重要的 起了一個很搞笑的作用 他並不是我們一般的布布 我說我們有時見到布布 他就覺得很不舒服 很討厭 非常不喜歡 彼此 carbonic 很骯髒 但其實你想想 如果我們這個世界沒有了夠哺 有很多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有些植物要生長 都需要這些哺哺去滋養一下 我說如果人沒有哺出 又很論盡 好有趣 他就回頭 我回答他 似乎有些東西是忘記的 不過你記得一些東西是你忘記的 不過現在你會記得有些東西是有點模糊 甚至乎開始有一點印象 他在額頭 然後很好笑 走過旁邊 他就對著那幾個公仔 他就問這個是不是龍珠 說你適合了一半 他的家人就在後面說是龍貓 然後他就說 好像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看過 但已經是忘記了 很久了 我便說 你似乎有多一點印象 去額頭 好有趣 然後他就在那間房間走 周圍看 他又沒有動力沒有興趣到走 然後他又回到位置坐下 我說有沒有什麼 其實現在你坐下去的時候 你覺得那條氣 有沒有覺得頂住 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 這一刻 連繫他自己 又不用好好去問他 究竟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來到的時候 似乎只是集中時時時刻的狀況 他的確是有氣頂的地方 我便說 不如把手放在胸口上 去感受一下 哪一個部分 你會有不舒服 或是你感覺最強烈的地方 他真的願意去試做 這個過程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由他沒有反應 到開始有反應 剛才我說的過程 好像很概括 好像沒有什麼意思 但其實對這些當事人來說 已經走出很大步 因為他肯連繫環境 連繫的人 其實他最後坐下的時候 他肯連繫自己 雖然我沒有問他 他為什麼這麼沒有心機 因為他打來的時候 他是說 我真的很想 他講了一個字 我很想死 但又想不到有什麼 很想說 我可不可以來找你 我可不可以來 他來到的時候 他一隻字都不提 但整個人的姿態 讓你看 他基本上 好像什麼都沒有力 對著這些 這麼急切性需要的人 其實最重要的是 就是當時的一刻 如何令到他聯繫環境 和人有最基本 英文字眼就是minimum 最少的聯繫也好 甚至乎那些聯繫是模糊 不清晰 但起碼都有 這是一個很重要即時的轉變 最後當然讓他聯繫自己 雖然我沒有問他發生什麼事 但轉了另一個議題 就是跟身體反應有一個關係 這是比較容易入手 就是我跟美斯說第二節的時候 身心靈的互相聯繫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 如果你問他當時的情緒 可能他不能說太多給你聽 或者他想說給你聽也好 他又再專注在那些負面的情緒上 即時沒有辦法可以這麼急 去處理他的情緒 但如果集中在身體反應 即是哪裏是你頂住 他不用用好用腦就能回答 他很自然的手放在胸口 我還跟他說 其實是這個部分 因為他的手放在胸口 我便說 這個部分 還是我把手再問他 放在頭上 他說這裏還是這裏堵住 有些東西頂住 很有趣 他的手又去摸摸 這個就跟自己即時有連繫 至於之後做些什麼 我相信下個星期 Kelvin會再跟我們說多些 或者一會兒他再給我們一些提示 Kelvin可以說一下 究竟那一刻 我們如果真的什麼的輔導都不懂 我們還可以有什麼做 不過在這個個案 我希望當事人連繫到環境 連繫到人和自己 所以就要問問Kelvin Pauline是專家 那個人去找他 當然他有一套很專業的技巧 去因應情況處理 但我們聽到這樣 我們都很想懂得幫助這些人 不要說一定他去到要想死 或者他已經不開心到低點 可能他還未想到死 但你也很想幫助他 就是他怎樣可以令他放鬆一點 但如果我們好像Pauline的環境 我們一下就說 原來你也想得回IQ博士 不如我們一起看到卡通片 很誇張 可能他又不肯 又或者問他 現在看完卡通公仔 坐下 你其實什麼事不開心 又令他回不開心的地方 其實也不一定要去到 那麼專業或那麼細緻的技巧 我想一般人很簡單做一件事 第一件事 因為當他可以跟你有機會去聯繫的時候 你就嘗試 真的定定地陪下他 這個陪伴很多人覺得 有什麼事 有我和我都沒有分別 我又沒有事可以做 但是人很難說 你明白嗎 因為去到那個我們叫做絕望 或者叫做無助的邊緣 其實他好像跟這個世界 和自己都沒有聯繫 如果不是人就不會了解生命 所以其實陪伴這個狀況是很重要的 人如果覺得有一個人陪伴了的時候 好像真的有一些聯繫 有些支持 是的 其實也不一定要做一些很複雜的事 最簡單 剛才我都說過 一個陪伴 陪伴就是你坐在他旁邊也好 或者和他在一起已經可以 很多人經常說 我又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又不知道怎樣去說什麼 才能幫到他 甚至做什麼才能夠 令到他好像改善到這樣 其實是不需要想到這麼複雜的 第一件事最簡單 就是你有一個比較 給他一個陪伴和舒服的感覺 就已經可以了 剛才Paul已經說的那個個案 其實都有相類似的狀況 大家可以參考 譬如很多人經常都想著很心急 我好想去了解一下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讓我找到一個原因 然後我就懂得有些解決方法 是的 你就是這樣想 但當時還未必會這樣想 因為當他去到那個極點的時候 其實他什麼都不想說 所以剛才我為什麼說 就這麼簡單陪伴 坐在旁邊也好 站在旁邊也好 甚至和他在一起已經可以了 其實就是在說 有一個人當他什麼都不想做的時候 你其實真的不用做任何事 真的陪伴在旁邊 就已經令到他有一種覺得 咦?我好像還有一個人在旁邊 即是做一些很日常的事就可以了 是的 其實如果我們一般人 不需要想到很複雜的 當然如果有一些地方 你可以再做多一點就更好了 比如關注他多一點 現在這一刻他到底想怎樣 是的 是的 剛才在這個說話裡面 我想有兩點 我也特別想再重申一下 譬如當一個人沒有了的時候 他其實對自己的聯繫是沒有了 即是整個人的聯繫好像沒有了 好像沒有感覺 好像沒有反應 好像沒有 又跟世界沒有聯繫 是的 第二個就是跟這個世界 即是周圍的環境 無論是人 事物 所有的事情都好像沒有了關係 那個人因為太亂了 如果這麼亂的時候 那個人就真的不知道怎樣 所以如果還可以做多一點 就是試一下跟他聊聊閒劇 看看他真的這段 現在這一刻關注什麼 他說我想喝杯水 那就喝杯水 我想吃少許東西 那就吃少許東西 你發覺這樣 其實第一 當他真的 譬如喝杯東西也好 吃少許東西也好 他發覺自己的身體裡面 有些反應 開始跟自己有點聯繫 是的 這個也很簡單 跟他重新建立 之前好像失聯了的一部分 這個其實很重要 因為人去到一個很極端的時候 他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他才想走 如果當他開始慢慢聯繫自己 我存在在這裡 原來我有感覺 原來我有一些味道又出來了 原來我有一些反應又有 所以他開始會比較安定 是 這種存在感 這種陪伴感帶來一種聯繫感 聯繫感帶來那種存在的感覺 就是我在這裡 這三樣東西 其實一直都可以慢慢 就算我們不是專業人士 我們用一些最基本的方法 一個比較有誠意的態度 這樣就可以做到 陪伴 有聯繫 然後他就會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感 這個我有一點點經驗 你令我回想起 有一次有個朋友失戀 他就很傷心 我們跟他吃晚飯的時候 也不知道幾個人 他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快喝醉了 吃飯 原來他就由喝醉了開始 他就說 不行 我真的很慘 覺得誰說要和我分手 然後抱著我們哭 我們覺得 糟了 他不知道能不能回家 我們唯有陪伴他回家 送他回家 然後還坐在他家裡陪伴他 但他醉了他又趕我們離開 我們就關燈 然後躲在他家裡 照坐在沙發裡 假裝沒有人 因為他有提過想死 我們很擔心 但又不覺得他喝醉了酒 我沒有理由需要叫那些專家 又好像不知道是否 於是我們就堅持 當他一發現有人 他才說要死 他就會走在窗上 我現在推出去 但其實窗很高 不像是會有危險 結果我們就說 好好好 你不要過去 我們走了 我們又關燈了 又躲起來 到最後他沒事 他自己睡在地上 還是睡在床上 我們就等到他過了酒醉 醒了之後 他又清醒了很多 他就知道 原來這麼多人在 真的麻煩了你們 然後就肚餓了 不如去吃宵夜 吃完宵夜之後 他回到去 他說他可以了 他自己睡覺 然後我們幾個第二天 又約他喝茶 看電影 他喜歡喝咖啡 我們就說 看電影沒東西 不如喝咖啡 然後他就開始沒事 好很多 就是這麼小眉小眼的事情 就是一些我們說 你們真的很舊朋友 但我們覺得自己很瘋 又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好 又不知道怎樣躲起來 但又怕他頭暈身慶 不知道怎樣照顧他 你們做得很好 就是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 你們躲起來 但其實你在陪伴他 可能他知道也不行 不過他和醒之間 我們真的分不了 究竟他是在嗲朋友 你多陪我一會 還是怎樣 又或者他都沒有開聲 不過你們已經做了 那倒是 你們做了他很適合心意的事情 有時候人們表達出來的時候 不是用言語的 是的 剛才你說 不用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當時陪他去街 是真的在想 究竟應該去哪裡才令他開心 要不要做一些特別開心的 找個嘉年華會去 但原來平平淡淡 他都好像很滿意 因為人在那個嘉年裡 通常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如果旁邊有人陪伴 其實最簡單就是 你已經提供了一個關心給他 即他感受到有關心關注 他就不會再沉迷在孤獨的感覺 沒錯 還有另外一件事 剛才你提到的時候 我也想講一個概念 就是人去到那個時候 很容易做出一些衝動的行為 如果單獨的時候 通常因為他沒有事情再掛念 沒有事情再想 很容易就做到這個衝動的行為 所以我們有人陪伴著他的時候 第一 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狀況 就是什麼呢 你好像拖著他這樣 即是如果他衝動 你拖著他 他就沒有辦法衝動 所以這個好像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叫拖延 就是令到他少了一個衝動的行為 人很多時候去到這個 我們叫做想無可想的情況的時候 很容易衝動 如果我們有人陪著他 又好像拖著他 他就沒有辦法衝動 想死的概念很快就會過了 那也是 很多個案 當然很少是說 有幾個人在旁邊 但他會突然跳下樓 他又不會在一班人面前這樣做 一般來說 通常都是自己一個 想了很多事情之後 會這樣做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看電影和電影都有 譬如有些鄰居發現 有這個情況 有個人想跳樓 找一些談判專家 或者警察 有時聊天也有效 所以第一 要有人關注 要有人陪伴 或者甚至要有些方法 令到他衝動的行為 即時有些事情制止了 即是在那個情況下 他立即能夠打消到少許的念頭 然後你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去說說其他事情 人開始慢慢回來 他跟自己開始有聯繫 跟環境開始有聯繫 人就會越來越多方法去幫助自己 這個真的很重要 即是在乎那一下 即是他可以回來之後 又沒有那麼容易再有自殺的衝動 我曾經有另一個個案 是他住在公屋的地方 他一個人帶著一兩個小蚊子 因為離婚了 一個單親的家庭 有一刻突然間 覺得自己也沒有什麼可以做 覺得以前的前夫 又這樣對待他 那一刻他不只是想自己 他覺得自己如果離婚 那些小蚊子怎樣 他有一個衝動 就不如帶那兩個小蚊子去 很好 斜對面有個鄰居 有個依依 沒有結婚 什麼都沒有 跟他們都有一些交往 你知道公屋有時都會打開門 是 他回來跟我分享的時候 那一下突然間 那個嬸嬸看到她坐在椅子上呆了整個上午 就過去敲門 只是問著她一句 我買了少許鹹魚 給你一點 你要不要 那個太太回來跟我聊的時候 即是後話 她回來告訴我 那一刻的敲門 那一刻她進來 那一刻聞到一股鹹魚香 那份香味令她想起一份人情味 令她想起原來她不是一個 其實就是那一下 即使那個不是跟你日常生活一起 只不過住對面 都可以聯繫得回來 我最記得她來見我的時候 她找到這個很好的鄰居 這個嬸嬸就跟我說 其實平時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我只是看到她 那個人照完小蚊子回來 就經常自己坐在椅子上 每天都坐在椅子上 因為小蚊子回來做功課 沒有其他的世藝 她又沒有任何事情做 她又拿著一些鐘門 所以她很多時候都自己坐在那裡 這個嬸嬸就看到她 經常坐在椅子上發外 這就是剛剛Kelvin說的 平時所有事情都可能不太著迫 但是當人們存在負能量 到了一刻有機會有那種衝動感 而這個依依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做了剛剛Kelvin說的一件事 每一次都好像很萬不驚訝 一條的鹹魚仔 只是我想分給你 那一股香味 不只是鹹魚那一股香味 而是人情味 結果這位女士也分享給醫生 那一刻她在想什麼 但是因為她敲緩過來 令到她完全再想 其實我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是否要做一些很大事大事的事情 不是的 不過我們要不要細心和細緻 尤其是對於一些情感或者情緒 都是慣性比較負面 或者比較低落的人 我們要多加注意 剛才Pauline說的故事 令人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個很好的鄰居 原來關心一下 這位照顧兩個小孩的單親媽媽 就已經可以令到她打消了自殺的念頭 但是如果打消了這個念頭 不是代表那個念頭不再回來 鄰居也很大壓力 一看到她坐在這裏 可能就會擔心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一些曾經有自殺念頭 或者她真的有過自殺經驗的朋友 我們不可以忽略 他們其實也可能有機會再次有這些念頭 或者傾向 所以之後我們有些什麼要做 很重要的 一般如果她已經有這個意念 或者甚至企圖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關注 不過又要小心一點 一般人以為這樣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20小時跟著她 看著她 做保鏢 就像果龍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第一 都是有適度的關注 因為她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我們又不可以完全不理她 以為她沒有東西就算了 提供適度關注是重要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可以嘗試多一點點的方法 譬如我們可以嘗試跟她接觸一些新的事物 可能有些興趣也好 或者一些新的生活的習慣 例如一起去做蛋糕 玩一個下午 對 因為人很有趣 通常她以前很習慣做某類型的事物 如果有她自己去做 她很快又去回以前的位置 去回那個模式的生活 她就會想到不開心的事物 所以人需要跳出自己的框框 可以嘗試新鮮的活動也好 有些不同的興趣也好 所以這個都值得帶她一起嘗試一下 Kalvin你令我想起剛才那個個案 因為那個依依每次都看到 這個太太經常都坐在家裡一張小椅子上面 呆呆地的發呆 她就發起了邀請這個女士 因為她早上不用上班 這個鄰居 太太的小孩子又回了學 她說你要坐一張椅子 不如我帶你到樓下公園坐下 帶著公園坐下之後 又帶著她去另外一些海濱公園坐下 又帶著她去不同的地方坐下 其實都是坐的 沒有什麼做的 沒有什麼做 帶她坐 但這個經驗就不同了 她從一個公屋的樓下公園 轉到海濱長廊 我記得有一次他們回來 這個太太很開心地告訴我 她從來都沒有想過 自己可以去我們現在新見 中環海旁 就是碼頭的部分 摩天輪的部分 她說坐了半小時 十五分鐘 其實原來都挺舒服的 這個經驗是一個新的經驗 其實也是坐的 當然這個鄰居很好 那種陪伴 那種親人知道這個太太的親人 全部都不在香港 在內地 這個鄰居很好 覺得可以做到多少 做 關心她 其實也是坐的 最多的過程就是 我記得他們說 聊聊天 或者去之前買好麵包 坐在那裡吃一下 不是一些很豐富的東西 對嗎 但是簡單 直接 實際 還有要建立 都不是我們說 一些很有成功感 滿足感的東西 是令到當事人的感覺 OK 可以 都可以 不是 由一些簡單的感覺 開始建立 不過至少她的感覺 有份關心 至少她那份沒有連繫的感覺 現在回來了 剛才你剛才說 大家也可以多留意一點 因為人是很有趣的 當我們有一些新的嘗試 新的選擇 原來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有選擇 以為經常都 我只可以這樣 只可以這樣 逗留在自己原本的位置 當我們有些方法 或者有些機會去嘗試到的時候 這種新的選擇 或者新的一個模式 原來有多有趣 令到我們整個人的眼界開闊了很多 是啊 好像這個個案 譬如你估計那個太太 她不會太有錢 可能她坐在家裡 就是因為我還不如有錢做那麼多事 我的錢都留回照顧子女 你叫我去玩摩天輪 很貴一次 但後來她發現坐在家裡 不用錢 原來坐在不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東西看 又是可以免費的 其實是不錯的 有很多不同的刺激 可能對她來說 她都沒有想像得到 因為她已經肯和這個環境接觸 她可能已經接收到一些新的訊息 新的感覺 至少現在這一刻 她知道自己在這裡 而且不是一個人在這裡 我最記得鄰居也鼓勵她 如果她用心抽大個小小孩 她就可以去找工作 可以不用再接受這些援助 將來的目標 對 重視這個目標不是即時做到 但至少她有一個方向 還有在這個方向的過程裡 她知道有人在鼓勵她 也有人在陪她 在做一些很簡單實際的事情 最後我想問一下Kelvin 如果我們身邊看到這些朋友 可能她有自殺的傾向 我們覺得自己不知道怎樣做好 自己都很緊張 是不是在那個情況下 找專家都可以幫到手 當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找專家真的有一個好的方法 但我想有時候有些情況 因為都很急 你未必可以即時找到其他人幫忙 即是我打熱線行不行 身邊那個人 他不會肯打的 通常在那個情境下 你可以幫他打熱線 當然都是要找人幫助 但我想那一刻最需要 其實就不是即時找那個專家 而是我們怎樣 好像我剛才所說 你怎樣去令到當事人 即那個人覺得 原來我也存在在這裡 原來也有人在關心我 所以當時那刻的陪伴 即時和他試一下一些新的 體驗 生活的方法 比如剛才說的例子 以前坐在家裡 我現在去樓下坐下 或者我去商場又坐下 或者我去公園又坐下 其實整個人的眼界 和感覺開始有些變化 這個新的變化 也創造了新的生機 這個也是可以試一下 假設那個情況發生 兩個人坐在家裡 發現對方很不開心 那就下街逛逛 轉換一下環境 也是一個起步 是的 還有一個方法 我也想介紹一下 因為我也接觸了很多不同的人 有很多不同的有需要的人 尤其是 我剛才說過 我們怎樣令到一個人 去聯繫自己 其實很重要 是的 有時候我們發覺自己 好像聯繫不到自己 那個人就開始亂 開始徬徨 不知道怎麼辦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經常都教人 就是一個深呼吸的方法 嗯嗯 其實很簡單 總之你用力鎖一口氣 然後讓自己忍著 然後慢慢敷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試一下和他做少許這個練習 就當作玩一下 這些練習很有用 就是我平時經常追完巴士 喘氣的時候 就深呼吸 很快就可以令到呼吸暢順 是的 最重要是這件事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不夠 我們留待之後 再找Kelvin上來 要教大家怎樣正確地深呼吸 好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自在人生大學堂